西洋大人 每天都告诉你好天气 大家早安 我是拉宇中伟 今天台湾的天气的带环境 还是在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在嘉义以南天气是不稳定 容易有阵雨 那么在云林以北还有东部的话 则相对比较前蓝稳定 不过山区还是会有五后雷阵雨 那么在北部东北部 东部跟中部的盆地 另外也要留意中午容易有比较高的温度 像昨天有局部地区出现38度的高温 那么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有 37度以上的高温出现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么今天凌晨在中南部山区 陆续有局部队流云系发展 还有带来阵雨 主要是西南风遇到地形的台升作用 所造成的 那么在清晨在嘉义以南 也有发展旺盛的队流云系 而且是沿着海岸线还有近海发展 那么除了有比较强的阵雨之外 也伴随打雷散电 那么这个主要是西南风跟海陆风的交互 作用所造成 那么在上午随着陆风逐渐减弱 转为海风之后 降雨就会逐渐趋缓 但是它这个队流云系 也会随着气流再往内陆延伸 所以提醒南部的朋友们 今天清晨出面要特别注意降雨 还有交通 那么目前台湾还是在 季风低压的影响范围之内 只是它主要的强风 这个西南风强风轴 目前没有影响台湾 而是在比较偏东边 在日本南方的小丽园群岛附近 往西南方延伸到菲律宾的旅宋岛 所以其实范围还蛮大的 那么在这个强风轴范围之内的 风数会比较强 水气也会比较多 那么当然也会伴随比较明显的阵雨 而且有较高的治灾的可能性 那么台湾虽然目前不在 它的影响范围之内 不过西南风今明两天 有稍微增强的趋势 除了要注意 迎风面南部的天气 会更加不稳定之外 在中北部东北部 未来几天的午后雷雨 也会更加明显 另外南部东南部沿海 还有离外岛容易有长浪 所以前往海边或是海上活动 都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么未来几天要观察的重点 就是西南风季风的 这个西南季风的强风轴的变化 因为有逐渐往西面移动 更靠近台湾的趋势 所以提醒大家 最近几天要特别检查 居家环境的排水设施 农与民朋友们 要留意田地 还有余温附近的排水 另外未来几天 要持续关注天气的预报 以上气象油天气风险 赖中尔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